来到本次的斗鱼火影策划说 大家好 我是小宝 大家好 我是小李 哈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非常多的嘉宾 首先是我坐在我身边的这位策划丛李 然后就是我们的人气主播秋军 活动策划天天 所以我们今天的策划说 可以说是内容多多 也是福利多多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本期内容简介 那么我们将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第一部分 就是由我们小李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单的 钢手百度剖析 然后呢第二部分呢将会是我们的周年 公转四周年庆的这个活动 抢先可以给大家知道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神秘仪式 我怎么不知道 而且你看到了吗 这个副标题上面写着 谁是这个策划史上最 谁是世界上最棒的策划 这还用问吗 但是我感觉就在捧杀我 是吗 这个会不会是你自己带来的炫耀环节 这个PPG不写的 我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好 那我们第四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决斗场了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在这个决斗场当中 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百豪刚手的表现 是个什么样子吧 是的 来我们首先来进行我们的 第一部分的话 主要是由我家带来的百豪刚手的一个详细介绍 然后在介绍百豪刚手之前呢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然后肯定还是有很多新玩家不认识我嘛 对啊 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 首先呢 不爱挨打 这时候弹幕是不是应该是小李挨打呀 对 我觉得你一出来大家就是小李挨打 主要是我看不到弹幕 我很难受 其实我很想看到小李挨打的弹幕啊 我觉得现在弹幕肯定都是了 痛并快乐着嘛 然后这张图其实就是因为 你们玩这个梗玩多了 然后我们美术大师就给我画了一张这样的图 他专门为我画的 我都受不了了 竟然画这种图 但画的还挺好看的 看的 然后哎 我挡住了 第二张 第二张是一个 我酷爱决斗场和摸头啊 我是一个四年的决斗场玩家啊 然后主力 主力 主力忍者就是雨之波班 大家如果细心看的话 我60%胜利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癖好 就是我在决斗场中 喜欢摸头 无论是被打或者打别人 这个其实 我在决斗场当中遇到摸我头了 真的好气 这个其实上次有一个官方解释啊 摸头不叫摸头 叫安慰 哦 叫安慰吗 就是互表一下问候 就是打输了 摸一下就安慰一下 对对对 那因为我这两个爱好吧 就是挨打摸头 发际线有点高 而且发际线越来越高 是吗 今天看的话还行还行 可能刘海挡了一点 今天可能是 剃头了 然后可能发际线看起来没有那么高 然后这张照片我看到的时候 我都惊了 蛮好的 然后在带来真正的技能解析之前 其实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前奏 所以第一个前奏叫做美图欣赏 我们这次刚手的各种历会啊 或者是一些圈图都非常的都非常的很错 很大 非常好看 这点可能是小宝小宝羡不过来的啊 然后 然后这第二张 然后也很漂亮啊 非常的帅 然后这第三张 说到第三张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上面写了 5月14号的8点将会有 周年庆的活动啊 大家可以在5月14号上 登录游戏即可观看我们 疾风传4周年专题直播 届时呢 超人气名 陈鹤 将和我们无差别的选手 以及我们的策划小李 还有我 和大家一起去迎接 4周年 一起去迎接 4周年 展示即将这个上线的人者 漩涡博人 另外呢 观看直播 大家获得刚手百豪的限定奥意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晚上8点的这个直播活动 当时看完之后 一定要看 对 而且看完之后 5月14号 我们的晚上12点 就是我们5月15号的零点 对 我们的刚手 豪刚手就要上线了 是驴子是马 拉出来又一溜 就在那天零点 看一看到底行不行 是的 然后美图欣赏 玩了之后呢 为了避免挨打过多 然后先发点福类 先发点甜头 把嘴给塞 嘴给塞一塞 对不对 收买人心先 肯定这么快就来了 这个抽奖抽的是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抽奖 我们这个第一轮抽奖呢 小李是为了防 来的 我们的将会抽出 两位幸运观众 获得我们QB 那么我们的问题呢 已经在我们的屏幕上了 就是你猜刚才最大亮点是什么 A 大 B 弹 C 翻 D 哪人 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 就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当中 来发送这个正确答案 大家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 我这里友情提示一下 与我的个人特色而去选择 不然你可能会 不然你可能车 我只是友情提示一下 大家自己斟酌 发弹幕 然后在大家发弹幕的同时 我接着来介绍啊 首先 首先在最后讲一下 我个人对刚手的一个期望吧 然后首先 你一定要有优秀的 然后首先 你一定要有优秀的美术表现 以及非常尽量的打击感 因为我觉得这是重中之重 也是基础中的基础 是的 然后我相信这一点的话 应该是可以了 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半人的时候 千万别想到百行刚手 太弱了 太弱了 别办他 别办他 我不会他 但是你选他 选人手的时候 一定要的是 我要选百行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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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个期望怎么样 就是期望越大 就不要失望越大 真的吗 这其实是我 一个很大的期望 真的希望他上线之后 能有这样的表现 就登场率可以高一点 对 然后第三点呢 易上手 因为其实我们 刚手的话 这个其实我个人的期望 是属于他 感觉 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而且是手感 是偏大众的 让大家都 在一定的基础上 就能把它发挥出 比较大的能量 然后同时呢 简单归简单 也要属于自己的特色 能让大家玩不腻 自己比较高 自己比较高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喜欢好能手 喜欢好能手 好能手 这是挨打的重点 挨打的重点 对 这其实 就是真的 大家喜欢 就很重要 喜欢这个玩意 并且去玩上 玩上的话 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是的 然后 前奏这么多 终于开始技能介绍了 那我们来 开始了 我们先是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然后首先 这个技能 我叫他是 普普通通的一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向前 快速突击 这时候大家 难免会想到 有一个人 要紧好 好像pose还基本上 你在玩我的小李 百豪音 你在操百豪音 不合 然后这是我想说的 爱理清楚 谁才是师父 谁才是徒弟 谁操谁 谁操 到底在操谁 哈梦龙出来 哈梦龙 他现在不在直播间 直播间 啪啪啪 对吧 刚手 超的人是百豪音 好不好 金豪泉 是我刚手技能 技能 好不好 当然我传给了他 他也可以用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挺大方 做人嘛 得大做 然后第二个技能 普普通通的 怪力 然后当时 其实这个技能 有爆料过 然后爆料过的时候 有一个热心水友 他其实截了这样的图 就是这样 当时我一看 我惊了 怎么 其实我在设计的时候 虽然我很喜欢 钢铁侠这个角色 但我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想到 我其实就是想一个 巧合 对一个 单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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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 风化 师是钢 可能那位 风化 师是钢铁侠的 终极粉丝 有了这么一个 类似的动作 有了这么一个 类似的动作 然后 普通通的一波 普通通的一波 然后这个pose 比大家 然后这个pose 比大家 比这个pose 比这个pose 与 钢手 与 钢手 对对对 风化片的一个 经典表示 它 其实 它就是一个 这样的视角 在以前我们制作的 当时因为一些 表现原因 或者是一些机制原因 其实视角是很 这其实一个偏把屏幕 侧过来的一个视角 所以说其实真正 连到了这个 原画中的 动画中的场景 然后这时候就 回过来走 普普通通的一拳 普普通通的 普普通通的一拳 你一个高照S 就这么敷衍 这么普通通吗 这么敷衍玩家 对不对 那其实不同 但我为什么会 刚开始 其实我想传达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在做 这个钢手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目标 就是 让它一上手 对 怎么一上手呢 首先我在技能 上其实就是 设置的非常简单 而且并且 这下 性能有一定的保证 让它有一定的竞争力 然后呢 你投影 可以通过一些 进阶的操作 然后去提高它的上限 这样其实是一个 保证了一个 一上手 想达到一个 一上手 难进通的一个目的吧 所以说就是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 熟练程度还不够的话 没关系 我们就放 普普通通的一拳 普普通通的抓取 普普通通的一九 当你熟练 熟练之后呢 我们再玩一下 那就可以让它 不是那么普通了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讲完了 普通的技能介绍 在讲机之前 再讲一下 表现上的突破 这次其实 在表现上 有手突破的话 其实花了不少功夫 然后首先 是一个 已经爆料过的 一个倒插冲的表现 再砰 然后 然后把 然后把 敌人直接倒立 摘倒在这 头朝 头朝地 其实有一种 莫名的手开管 然后这个 其实它不仅仅 是一种表现 它其实 后面会牵扯 机制上的一些实现 它其实是有作用的 然后这个作用的话 后面我们在 练习场当中 可以展示给大家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表现 是镜头的灰白效果 麻烦了我们的程序 和美术大师 做了好久才做出来 然后但是这里 先给大家预个景 然后效果的话 其实在上线当天 是不会有的 因为一些机制的预买的话 它需要在大版本的 发布更新才会出续 所以说大概是在 上线后的一周 或者两周的时候 会立马更新到 我们的版本更新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说刚上线当天的话 这个基本 是还没有的 大家见谅一下 先给大家透个底 然后接下来是慢动作 然后这里 我们播了个视频 这个慢动作 配上我们的灰白 我们再看一遍 这个特写 其实非常的暴力 非常的爽态 其实是符合 那个刚手的 一个人物设定的 对而且这个打击感 是有逐渐在加强 开玩笑 天天接受 组长的尊尊教导 什么顿错感 开玩笑 这次有顿错感了吗 有了吧 然后接下来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核心机制 我这个人呢 其实从上学以来 就是水平不是特别高 然后所以说 我每次在想一些 核心机制或者玩法的时候 最后发现 取的名字都特别土 比如说在做英左的时候 两个技能组合在一起 那不就叫组合技吗 组合技吗 对不对 简单一上口 那做长门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技能 称出来另外两个技能 那不就叫做紫技能吗 对不对 朗朗上口 所以这次给刚手 设计的一个 也是他普通的一个地方了 对对对 但是他的名字 好像更土一点 这个名字 跟我们刚刚的这个 抽奖答案是有关系的 也是我们差不多要公布 我们的正确答案的时候了 对 然后他的这个机制的名称 我叫做他弹墙 弹墙 但是又有一点朗朗上口 但是又有一点朗朗上口 就是那种接地气的感觉 对对对 接接地气嘛 对不对 对 公布一下刚刚的这个 抽奖问答的这个 好的整卡 所以大家一定要 继续关注我们的 色话说 关注我们的色话说 好 那就弹墙 弹起来吧 这个刚才那个问题 我可是提前预警过 不要根据我的个人喜好 选择答案 对吧 别说我不良心啊 学友们 然后怎么弹呢 第一步 先自己弹墙 然后使用静好 你长按的时候 你就会开启检测 是否弹墙 如果你碰到 酒肉厂的边缘 酒肉厂的边缘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会开始反弹 然后一个起跳动作 起跳起跳的时候呢 你按普攻键 他就可以向斜方向的 打一拳 然后这里其实主要是一个图示 然后具体的机制 我们会在练习上 进行实操解释 然后按普攻键 斜方向打的一拳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他这个技能的话 我可以 当然如果你选择 往墙里面的方向的话 这时候 你仍然长按普攻键的话 那他会再次弹强 弹两次 对弹两次 弹两次之后呢 他会再次起跳到空中 然后这时候 再按普攻键 就会打出垂直一拳 所以总体来 拳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是横向一拳 第二种是斜向一拳 第三种是垂直一拳 当然这三拳 每一拳随着弹强的次数增加的话 它其实 那个威力也会得到提升 伤害是一个地生的趋势 然后前面聊到 聊到的那个三段抓取 到底是怎么出发的呢 三次爆摔 就是你每弹一次 它那个爆摔的次数 就会加一 加一 对 然后两次强的话 最后就会爆摔三次 然后爆三次的话 敌方都不能提升 棒棒棒 就一直砸它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这一个也是体现了 我们在这个动漫当中 我们百豪刚手 这个刚手这个百豪之 这个功力也会得到提升的这一点 对对对对 提跟怪力 然后第二步是敌人 然后第二步是敌人弹墙 在我们怪力的时候 抓住敌人后 按住普攻键 就可以把敌人扔出去 有点类似于百豪音 扔出去之后 如果敌人碰到墙了的话 它会反弹 反弹之后 这时候你再按金豪拳 你就会直接追踪敌人的上方 打出金豪拳最强的一击 垂直一拳 所以这一个技能的话 它是一个可以 它是一个可以简便的触发的 玩家的操作 打出最强拳的一种方 然后至此 其实它的弹墙机器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练习场中 来研究一下 讲述一下这个弹墙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演示 然后麻烦导播切一下我们游戏画面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的 哇 还有一个锅厂动画呢 刚手冲出来了 有没有声音呢 有有有 游戏声音 有有有 游戏声音 也有 跳一个自来演出来挨打 不对不对不对 自来演挨打 好像算是自来演 首先是普通攻击 如爆料的视频所致 可以这样直接一个 完成的一段 不够 对 然后这个其实 其实普通的话有一堂抓取 然后刚说的话 它是全程百豪模式的 所以全程都是百豪 但是回首的话要比百豪音少一点点 然后看静浩泉 虽然同样是静浩泉 但是我总是藏了一点思惑 然后就是没让百豪音学到 同样是静浩泉 师傅的秘诀 对师傅的秘诀 看起来 这好像看起来跟百豪音基本一样 对 但它其实在极效果上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它是有一个相当于 一个叙事爆破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镜浩泉 其实打起来的话 如果大家实操会发现 我个人觉得打击感非常好 这二技能是没无敌的 然后呢 接下来是第二步 怪力 怪力 这是一个抓取 对对对 而且它是可以有一个弯 但是一技能有无敌 一技能类似于面具男 就可以跳动 就有一点像面具男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技能整体的话 除了四根面技能比较像 但是 简单二技能好像有简单 相归相归 他只是上一个他的位移 但是他他的刚手的一个 这个是有个抓取的 对对对对 但其实整体刚手玩起来的话 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其实 这个技能做了一个设置 就是当你打空的时候 其实因为它垂向了地面 第二手 可能是有能量 其实最后会让进行一个引爆 这个引爆的话 其实是有伤害的 并且可以保护自己 这是一个小重点了 大家可以画一下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弹墙 我怎么又把它复位回来了 你先滚开 弹墙了 长按了技能键 往墙面 是不是弹回来了 撞一下 那这个弹墙有什么用呢 小宝 小宝你觉得这个弹墙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可以骗个替身什么的吧 骗替身是一方面 会移有一个方法 对 这就是刚刚说的二段弹跳了 对 弹一下 对 然后弹的过程中 第二次弹的过程中 空中的自强一圈 嗯 这是最后的垂直一圈 跟那个怪力的连接呢 你看 这样 这样 其实弹了一次之后 是抓两次 然后我们现在弹两次 二 抓强 对 然后就发现 第三次 第三次就有这个灰白效果了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 那个怪力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将敌人弹强了 然后我按住普攻键 把敌人一边 哎 像是没有一个黄条 是 然后在黄条期间 然后我按镜好权的话 就会直接追踪到敌人的上方 这一套康姆的伤害 大家可以观想一下 这一套康姆的伤害 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其实是 它相当于是 双手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输出手感 对 非常的给力 三分之一选没了 然后前面讲的地坑的话 其实我个人 这个地坑 其实是有文章的 我个人 不太想 我想让玩家去 探索 因为我其实 我的弹强的话 其实大家会 现在发现 其实它 比较难容纳到 连段里面 它能容纳到 连段里面的话 其实是会依靠 这个地坑 然后 怎么操作的话 我希望玩家 自己挖掘一下 我要是多说 说那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我们就透露 有这么一个小技巧 但是具体是怎么操作 大家玩家可以在 摆好刚手 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自己 招回来研究一下 然后最后最后 就要讲到 它的奥义了 它的奥义 奥义的时候 我就特别紧张 大家对我们奥义要求特别严格 之前在讲 这个奥义的之前 很多玩家有进行猜测 就是五个火影 所有的火影连接在一起 然后打那个大佛的 这个其实不太适合 刚手了 我说实话 就是对刚手个人而言 他应该 找一个个人更炫的 但是那个的表现 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在跟我们 跟版权方 努力的沟通下 其实我们还是 我们的奥义中 表现出了火之意志 让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普通的意志 到底什么普通法 就是这其实 打出了一个火字 对最后 它是一个意象的表现 来致敬 它是一个五代目火影 对对对 然后同时也是彰显了 刚手的游离情报 就是我一拳 可以冲破天子 刚手的语音 很有意思 刚手的语音 可能 往突破潮影的地位 最强的 再看一遍 我自己知道刚手 想到这里 我还有一个 小小的要求 因为我之前 在看其他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玩家 其实对内 天天喷策划 天天喷母 然后喷得狗血淋头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时候确实我做不好 然后但是我看一些 对外的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的玩家 特别团结一致 你是说 那个魔方 工作室那个吗 对对对对 不管是 有这个视频 大家都特别团结一致 是的 对 火影人者牛逼 这其实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说这里 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大家在弹幕上 能不能打出火之一致 火之一致 对对对 但我们可以刷一波 让他自豪一些 对一波火之一致 然后伴随着我们 刚手的奥义的火之一致 好不好 好 面试卡环节到此结束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讲述 疾风传一些版本的 四多年的一些版本内容 然后这个 那 我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麻烦导播切换成PBG 那我们这边也是 短暂的展示了一下这个练习场当中 这个百豪刚手的这个形态 那在这个秘阵上面有没有什么推荐 秘阵上 其实我感觉他对秘阵比较那个 通用 霸体 散 洞穴 风沙都可以 都很适合 你知道这道题型 我刚刚仅仅介绍了核心机制 它其实还有一些 附属的机制 比如说 然后我还全程开着百豪纹路 那我是不是百豪机制 就是全程开的 就是 小英不是有百豪机制吗 它 才能开启 但是我的百豪刚手全程开启 全程开启 当然 全程开启归全程开启 小四豪 你看这个脸上 全程开启归全程开启 那全程开启的话 它的效果肯定要比百豪音弱一点 因为我相信这个 大家也都理解 百豪音的 它太猛烈了 所以我这个比例会 会比百豪音低 但是伤害 再上的话 就它有它的优势了 对对 但是它全程嘛 然后还有呢 阔鱼当然也是有附属效果的 会加班 不爱加血 好 其实大概就 这些一些小的一些提示点 给大家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我们可爱又肯恨 什么迷人 迷人又可爱的 我们的活动策划 天天来给我们主讲一下 我们疾风转四周年的 这个活动专题了 把握引去吧 好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现在呢 坐在这边这位呢 换了就是小礼变天天 那天天今天呢 也是要给大家带来 这个活动上面的 这个大版本的介绍了 那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运营策划 今天 嗯 嗯 那天天好久不见了 但是我发现 你今天的这个着装上面 有一个 这件衣服是吗 对 很熟悉 知道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 是我去年 疾风转三周年 就是我第一次 和大家 直播也是穿的是 穿的这件衣服 然后就是本来这一次 来的 但是就觉得 小礼一个人负担太重 所以同比女孩 对 然后就觉得就是 可能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是的 而且一年之后 对 还是我们三个 还加了一个 我们的 还有一个 重磅秋风 对 贼重磅 贼重磅 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对 然后一年的话 也很感激大家 就是一直的陪伴 嗯 然后 好